眼前这位体格壮硕 面容英俊的橄榄球运动员 他名叫杰克 就在刚刚 他帮助队伍赢得了胜利 然而 对手却出言嘲讽 说他是个没爹的孩子 这句话彻底点燃杰克的怒火 他摘下头盔 把对方推倒猛揍 其他的队员赶来阻止 也被他直接掀翻 因为杰克的缘故 导致双方球队开始户殴 事后大家也并未怪罪杰克 毕竟被人指着鼻子骂 谁能忍得了 队友邀请杰克去庆祝 然而 杰克却提出了退出 原来 他的弟弟因为网球能力出众 得到了其他学校的全额奖决金 因此 母亲决定带着全家搬走 等他回到家里 母亲正在收拾东西 看到他脸上的伤痕 就知道 他又去打了架 免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此日一早 弟弟两人在收拾东西时 不小心扔翻了一个箱子 里面正是父亲生前所穿的衣服 杰克的回忆顿时涌上心头 他把箱子封存起来 再也不想看到 他们很快来到新家 杰克也转到了新的学校 看着陌生又熟悉的环境 杰克已经开始畅想新生活 他路过一处角落 发现正在有人打架 杰克立刻上前阻止 并打倒了施暴者 其量 被他保护的同学 却给了他一拳 其一人也站出来解释 原来 这只是一场搏击比赛 杰克只好兴兴地离开 到了上课时 老师提问了班花米莉 眼看他答不上来 杰克主动帮他解围 等下了课 米莉则向他道谢 从没谈过恋爱的杰克 瞬间感觉春天来了 晚上回到家 母亲仍旧是一脸严肃 询问关于学校的事情 杰克回答一切都好 他知道母亲在敲打他 然而 当着弟弟的面 母亲还是说出 杰克因为打架 不知道闯了多少祸 此话一出 杰克立刻暴跳如雷 此时 他来到学校 正闷闷不乐时 突然有一个小胖子上前搭话 并声称 杰克出名了 原来 当初他在求场打架的视频 如今在网上爆火 加上他帅气的脸庞 杰克现在走到人群里 有不少美女 都在向他抛妹眼 在放学的路上 米莉突然出现 并邀请杰克参加聚会 由女神相邀 杰克自然是一口答应 他立刻回家收拾好衣服 就乘坐公交车来到聚会地点 这里好像是一处别墅 小胖早就等着他来 两人立刻走进别墅 而别墅的主人格雷 也在此时出现 他对杰克十分热情 三人来到后院的泳池 格雷向他介绍各位同学 以及玩乐的地方 介绍的重点 自然是楼下的搏击擂台 这里不论男女 只要觉得自己实力够强 就能够上前挑战 杰克对此毫无兴趣 就在此时 米莉也盛装出席 看到光彩夺目的他 杰克眼睛都直了 然而 格雷突然提出 要跟杰克打一场 原来 杰克之所以被邀请 就是因为他在网上出了名 格雷作为格斗冠军 自然不愿被抢了风头 这才决定挑战杰克 但杰克从不打无意义的架 因此果断拒绝 格雷突然注意到 杰克在看着米莉 于是 他立刻上前 跟米莉吻了起来 原来 米莉本就是格雷的女友 杰克虽然有些 他没生气 却仍不愿鄙视 直到格雷提到他的父亲 杰克终于暴怒 父亲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他立刻穿戴好装备 准备教训格雷一顿 然而 杰克虽然身体素质很强 可毕竟没有学过搏击 跟身经百战的格雷比起来 他根本讨不到任何便宜 格雷一脚踢在他腿上 杰克瞬间站立不稳 格雷乘胜追击 一把将他掀翻在地 接着就是几击重拳 最终跟上一脚 本以为战斗就此结束 其料 杰克凭借内心的怒火 居然又站了起来 但换来的 只是格雷又一顿的毒打 杰克被打得几乎失去意识 小胖急忙把他扶回家中 此日一早 弟弟来叫他起床 却看到杰克的惨样 杰克并未过多解释 到了晚上 小胖前来看网 从他口中得知 格雷的父亲也是个拳击手 从小就开始训练他 杰克打不过也是正常 不过小胖给了杰克一张光盘 里面是一位格斗大师的录像 但杰克还是嘴硬 直接赶走了小胖 然而 等他伤好的差不多时 还是根据光盘上的地址 来到了那家拳击馆 小胖十分高兴 赶忙向教练老黑 介绍了杰克 并希望能收下他 老黑让他从最初级做起 杰克却提出 要学习格斗动作 一口吃不成胖子 杰克明显不懂得这个道理 于是 老黑决定让他试一试 首先是热身运动 一群人需要在短时间内 练完所有的器具 一圈热身下来 杰克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老黑看他仍不愿放弃 便安排他跟学员对战 看着眼前的小个子 杰克十分不屑 然而下一秒 他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学员一记十字锁 就让杰克无法动弹 等他起身后 又被学员连续地七顶击退 紧接着 学员一招被锁 彻底击倒了杰克 老黑对杰克十分满意 他不仅身体素质极强 就连意志力也很坚韧 是一个拳击手的好苗子 杰克顺利通过了考验 两人走出了拳击馆 此时杰克才发现 小胖居然有自己的跑车 看来又是个富二代 到了晚上 杰克家的门铃响起 弟弟开门后 发现竟然是米莉 米莉这次前来 专门向杰克道歉 但在杰克的眼里 他就是个射套害自己的人 面对米莉的解释 杰克根本不想听 在他的冷言讥讽下 米莉伤心地离开了 次日一早 杰克就来到拳击馆门口 并提前交了两个月的学费 老黑看他对拳击很感兴趣 于是决定让他率先练习 老黑教授杰克击打沙袋时 让他学会拳脚并用 同时也要调整好呼吸 说吧就给他掩饰了一番 只见老黑一脚差点把沙袋踢飞 从这天开始 杰克每天跟着众人训练 从一开始的跟不上节奏 慢慢进行蜕变 甚至能在训练中拔得头筹 就连在对战训练中 也能轻松击败对手 杰克在这里过得十分开心 这天晚上他回到家 母亲直接问起了他 为什么账户里少了200美元 杰克不愿让母亲知道 只好说是自己偷偷花了 但母亲打开他的包裹 发现了里面的拳击手套 母亲还以为他又要出去打架 于是把他痛骂一顿 杰克有苦难言 也并未反驳 此时上课之时 杰克和米莉被分到同一小组 然而他仍旧对米莉有意见 两人不欢而散 剩下另一个组员一脸懵逼 米莉再也忍受不了 他主动找到格雷 并提出了分手 原来他早就对恶劣的格雷不满 更要紧的是 米莉发现 自己好像喜欢上了杰克 格雷面对他突如其来的分手 甚至想要动粗 幸好杰克及时赶到 同时力声制止 格雷眼看手下败将来了 再次嘲讽他的父亲 杰雷怒火中烧 在下午的训练中 朝朝狠辣不留余地 老黑看他似乎有心事 于是上前跟他对练 杰克此时还不是对手 只能被动挨打 眼看他越来越不冷静 老黑一记被摔 紧接着一招十字锁 杰克彻底不得动态 老黑知道他的状态很差 于是让杰克提前回家休息 小胖载着他离开 就在等红灯时 杰克回想起当初的父亲 不由的内心烦躁 此时身后的汽车不断鸣笛 杰克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他立刻下车 将汽车上的五人一顿暴揍 小胖顺利将其拍下 发到网上后 杰克再次爆火 次日学生们来到海边度假 米莉再次前来道歉 可得到的却依然是杰克的嘲讽 然而这场面落在格雷眼中 让他简直嫉妒心爆棚 于是 格雷趁杰克上厕所时 主动上门挑戏 杰克来不及反应 就被格雷踩在地上 不得动态 格雷声称自己会参加生死赛 如果要打败自己 那里是最好的舞台 说罢了便离开厕所 杰克找到小胖 询问关于生死赛的情况 得知那是一场激烈的拳击赛 参赛者皆是凶悍无比 而格雷已经是缠连两届冠军 杰克让小胖帮自己报名 他要彻底打败格雷 然而 当他来到拳击馆时 老黑却直接赶他离开 原来 老黑有一条规矩 出门绝对不能打架 杰克只能无助地离开 但杰克仍不愿放弃 他在小胖的帮助下 找到正在超市购物的老黑 向他叙说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 杰克的父亲当初喝了酒还要开车 他本可以制止父亲 却因为一念之差 导致父亲车祸身亡 杰克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导致他的性格越来越暴力 尤其听不得别人侮辱父亲 唯一能让他感到安心的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他祈求老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老黑也被杰克所打动 同意着他回到拳击馆 从此以后 老黑经常对杰克加恋 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下 杰克的实力也突飞猛进 甚至在跑步时能轻松超过老黑 两人回到拳击馆对打 经过多日的训练 杰克竟能跟老黑打成平手 虽然最终也是输了 但进步非常大 老黑更是对他赞伤有加 杰克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 于是来到弟弟的比赛现场加油 并跟母亲道歉和解 其实 杰克明白 母亲之所以对自己的严厉 只是不想让他受伤 四日下午 杰克又约了米莉见面 他对之前的事情已经释怀 并诚心向米莉道歉 两人重归于好 关系更进一步 顺利走到了一起 母亲十分欣喜杰克的变化 于是来到拳击馆 向老黑道谢 并提前交了下个月的费用 就在杰克的生活 不住正轨后 小胖却突然收到消息 生死赛就在今晚举行 他立刻告知了杰克 然而 如今的杰克已经不打算参赛 毕竟家人和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 格雷正在训练时 却听到了一旁朋友的聊天 他们竟然说 如今的格雷 已经不是杰克对手 这让格雷暴怒 他来到拳击馆门口 刚好遇到小胖 得知杰克不打算参赛 他心生一计 谎称要举行宴会 骗小胖上了车 等他们来到格雷家 格雷借口切磋一下 实则对小胖一阵暴揍 随后又安排手下 将小胖扔到杰克家楼下 杰克急忙将他送进医院 眼看好友被打成重伤 他怒火中烧 换上了父亲的衣服 决心要给小胖报仇 杰克来到生死赛现场报名 他与格雷各自参赛 准备进行巅峰之战 格雷一路过关斩将 很快打进了半决赛 杰克也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赢下了三场比赛 只要打赢第四场 他就能进入半决赛 不料这次的对手机关头 不仅实力强悍 更是十分阴险 见面就一脚踢伤了杰克的肋骨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更是对着他受伤部位猛攻 杰克顿时痛苦不已 机关头趁机锁住杰克 眼看就要落败 杰克顿时爆发力量 反手将机关头压在身下猛攻 并用三角锁将其困住 机关头无奈选择投降 杰克顺利进入半决赛 他来到医疗室冰敷伤口 就在此时米莉也来到现场 看着他受伤的样子 顿时心疼不已 另一边的格雷十分嚣张 对半决赛的对手一阵猛攻 甚至挖伤了他的眼睛 裁判判定格雷犯规 因此取消了他的资格 当轮到杰克出场时 得知格雷被取消资格 于是当场选择弃拳 毕竟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格雷 眼看杰克就要离开 格雷吹出门外 决定在场外决斗 听说了这一世纪大战 观众纷纷离开会场 战斗一开始 受伤的杰克就落入下风 被格雷压在身下猛攻 杰克好不容易才摆脱 格雷更是卑鄙 专门招呼杰克的伤口 杰克几乎招架不住 被格雷一招断头锁控制住 就在这关键时刻 杰克回想起家人朋友 顿时爆发出力量 反手挣脱了束缚 接着一拳打中格雷面门 用出了最开始学的招数 成功击倒了格雷 夺下了胜利 医院的小胖看到这一幕 更是激动了大叫 事情终于结束 杰克的生活重回正轨 跟米莉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生活 这是美国最刺激的游戏 监狱死亡飞车 顾名思义 参与者都是监狱囚犯 他们要么胜利 要么死亡 其中的明星赛车手 名叫弗兰克 他已经缠联了四届冠军 在监狱内外 都有很多粉丝 这次的比赛照常进行 弗兰克仅剩一个对手 然而 他所有的武器通通失灵 只能面对对手的疯狂扫射 他让领航员按照指示 卸掉了后当板 顺利砸烂了对手的汽车 对手仍不肯放弃 居然丧心病狂地动用火箭弹 领航员在最后一刻弹射离开 弗兰克则被火海吞没 没有任何人 能在这样的事故中活下来 但弗兰克做到了 只用了六个月 他就又重新回到了赛场上 然而 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面具下的人 已经不再是弗兰克 他名叫杰森 本是工厂的普通员工 起料 工厂由于偷税漏税被迫解散 给工人的遣三费 只有区区三百元 就在此时 警察带人闯入工厂 实际将其查封 更可恶的是 警察不由分说 便开始痛作工人 杰森这下忍不住 他夺过一把井棍 将一帮警察打得落花流水 杰森很快回到家中 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好在妻子先会 从不计较这些 就在两人准备亲热一番时 楼上的女儿突然哭了起来 杰森只好上楼安慰 然而 等他下楼时 却只见到倒地的妻子 杰森一回头 就被蒙面黑衣人弄晕 他恍惚之间 还看到对方做出挑衅的手势 等杰森再次醒来 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妻子早已身亡 而凶器就在杰森手中 就这样 杰森被冤枉杀人 同时判处二十年监禁 他被送进了美国最凶恶的监狱 这里四面环海 只有一座长桥出入 根本没人能逃得出去 杰森被狱警队长用高压水枪戏弄 紧接着又被送进牢房 看着三个欲有饥渴的眼神 杰森泛起了愤怒 牢房传出响声 队长还以为杰森菊花不饱 然而 他却看到倒地的三人 以及一脸凶煞的杰森 四日到了吃饭时 突然有两名大汉出现 开始挑衅杰森 其中一人往餐盘吐口水 杰森本不相惹事 其料 另外一人提起了他的妻子 杰森瞬间暴怒 抄起餐盘打晕一人 可对方人多是重 杰森被一圈打倒 还不等他起身 一帮狱警已经赶到 队长将杰森带走 并声称他闯了大祸 因为那两人是兄弟会成员 他们的老大凶狠无比 杰森恐怕有得瘦了 队长把杰森带到办公室 狱长金姐就在此处 金姐直接点名 在这个凶恶的监狱里 他恐怕活不到出狱 杰森刚反驳两句 就被队长打了一棍 金姐继续开口 他翻看了杰森的履历 发现他曾是个顶级赛车手 金姐对杰森起了招揽之心 在上次的死亡飞车比赛中 明星选手弗兰克受伤 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 好在他一直戴着面具 没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于是金姐想让杰森替代 毕竟戴面具的人很多 可顶尖赛车手不多 杰森本想拒绝 然而金姐给出的条件 只要能够赢五场比赛 就能获得自由 在此之前 弗兰克已经赢了四场 只要杰森能再赢一场 就可以走出这个鬼地方 面对这个条件 杰森只好答应下来 金姐把他带到弗兰克的车组 由教练带领他们准备车辆 看着眼前的钢铁巨兽 杰森也有些震惊 车上更是配备了机箱 用来攻击其他选手 杰森心中感叹 死亡飞出名不虚传 教练给杰森介绍 比赛分成三天进行 前两天不分胜负 只分生死 活下来的人才能参加第三天的竞速比赛 之前比赛的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70% 杰森正在思考时 发现了几名外出归来的囚犯 手上戴着铁环 教练告诉他 那是全球定位装置 只有监狱才有 杰森突然想起 那个神秘黑衣人 手上也有同样的手环 这让他不禁有了些想法 时间很快来到比赛第一天 金姐亲自给杰森戴上面具 他在犯人们的呼喊中走出牢房 其他选手纷纷找到自己的汽车 就在此时 一辆大巴车开进赛场 没想到里面竟是数名美女 他们身材火辣 容貌惊人 引得球犯们不断狼嚎 原来 金姐为了提高比赛收视率 特意从隔壁女子监狱 找美女来担当汽车领航员 而杰森的领航员名叫凯斯 两人刚一见面 凯斯就认出他不是弗兰克 教练把车窗合伤后 杰森立刻摘下面具 凯斯一时间几乎惊呆了 随着各位选手准备就去 金姐也顺势开启着直播 赛线人数瞬间突破千万 选手中最受关注的 当属半城弗兰克的杰森 以及小黑两人 毕竟他们一个是四场冠军 一个是三场冠军 指示灯很快亮起 选手们蓄势待发 随着比赛开始 他们如同利剑般冲了出去 然而比赛一开始 杰森就成了重点招呼对象 其他选手纷纷对齐撞击 起初开始失控 甚至旋转起来 好在杰森经验丰富 很快稳定了车身 凯斯也为他指明道路 杰森向左转向 选择了超进路 到了转弯处一个漂移 顺利来到了第一名 身后的小黑不甘慎弱 又反超了回来 杰森不慌不忙 选择弯倒超车 最终一个飞跃撞击小黑 两人相吃不下 但小黑的汽车体型庞大 远远超过杰森 在凯斯的指示下 杰森走捷径超过重人 大家很快来到第二圈 只要压过宝剑 就能激活机枪 压过盾牌 则是各种防御手段 然而杰森不懂规则 只压过了两个轮子 并未激活武器系统 这下糟糕了 后车被激活了机枪 开始对杰森扫射 金姐为了增加刺激 激活了骷髅陷阱 一名选手不慎触发 汽车当场被刺拴 随着机关下落 他连人带车被直接压扁 随着比赛进行 小黑也拿到了武器 开始进攻其他选手 然而 帽子哥不甘示弱 激活防御系统后 喷射汽油 把小黑逼停 帽子哥继续进攻其他人 起料 前车突然放下钉刺 扎破了帽子哥的轮胎 身后的选手阿华 发射飞弹 成功将帽子哥炸飞 不成想帽子哥居然没死 就在他破口大骂时 却被路过的小黑直接撞死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杰森也激活了武器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枪管却出了故障 见此情况 凯斯不顾安危 竟直接来到外面修理 起料 另一名选手的领航员 也钻出汽车对他扫射 好在杰森及时反应 通过放慢速度 让另一辆车成了挡箭牌 经过凯斯的修理 机枪终于恢复 然而身后的选手已经跟了上来 杰森一边躲避 一边激活了防御系统 不成想 凝固汽油弹和烟雾都失灵了 就在小黑对杰森攻击时 另一名选手将其撞开 并跟着杰森进入隧道 杰森心生一技 他让凯斯坐到自己腿上 凯斯虽然一点疑惑 却还是听从命令 杰森把汽油弹放在副驾驶 最后将其弹射出去 刚好落在后车上 凯斯瞬间明白 给后车加了把火 让其直接被烧死 杰森一马当仙 眼看就要到达终点 其量隔壁的小胡子 突然做出挑衅手势 与黑衣人一模一样 杰森正在失神时 被小黑撞倒 直接从第一落到最后 好在还是完整了比赛 今天的直播让金姐非常满意 当他面见杰森时 杰森却要选择退出 金姐根本不慌 掏出了他女儿的照片 在金姐的威胁下 杰森不得不妥协 他跟教练闲聊 同时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他的妻子正是被小胡子所杀 目的就是让他入狱 借此帮助金姐直播点财 杰森虽然愤怒 却对金姐无可奈何 到了晚上 杰森正在修理汽车时 突然发现了小胡子的身影 他立刻跟了上去 不料 小胡子早有准备 杰森被一帮手下按倒 原来 他就是兄弟会的老大 眼看小胡子就要痛下杀手 关键时刻 杰森的整理师小胖出手 吸引了小胡子的注意力 杰森趁机摆脱束缚 将一帮手下统统打倒 单打独斗 小胡子根本不是对手 他只好说出实情 幕后黑手就是金姐 暗中杀害了杰森妻子 这才让杰森顺利入狱 杰森当场就要干掉他 其料 队长及时赶到 用电击枪将其击晕 时间来到第二天 比赛选手仅剩六人 随着指示灯亮起 其余五人飞驰而出 杰森却是慢悠悠的起步 他的心思完全没在开车上 而是一头扎进了隧道 他逼问凯斯 上一个弗兰克 是不是被他害死的 眼看杰森即将打开弹射器 凯斯只能说出实情 他正式封了金姐的命令 让弗兰克永远留在监狱 为金姐挣钱 昨天的系统故障 也是他所为 杰森明白了这一切 金姐不可能让选手活着出去 他已经有了计划 实现杰森一个加速 直接冲进了载道中 他左右躲闪 很快超越了几人 然而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胡子 两辆车谁也不肯相让 凯斯让杰森激活防御系统 杰森反而选了攻击 小胡子在身后对他疯狂扫射 杰森丝毫不慌 一个帅气的转身 开始对小胡子对射 杰森的火力明显不足 幸好他及时激活防御 趁机放出了烟雾 小胡子躲闪不及 直接撞到柱子翻车 杰森停了下来 任由其他选手超过自己 他则戴上面具下车 扭断了小胡子的脖子 看着杰森凶狠的眼神 心急决定给比赛加点料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辆改装过的卡车出现 这支钢铁巨兽威猛无比 开始无差别对选手进攻 一发火箭弹 直接炸毁了两辆汽车 目前在场的选手 仅剩杰森小黑以及阿华 卡车加速到三人前方 对其疯狂扫射 甚至还有喷火器 卡车靠近阿华 用车轮的铁刺干掉了领航员 阿华奋力躲避 其料卡车放下树坑铁链 直接缠住了阿华的轮胎 随着炮管转向 阿华当场被干掉 杰森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主动联系了小黑 两人决定暂时结盟 卡车一发火箭弹 干掉了小黑的领航员 最后使用喷火器 疯狂地灼烧杰森 两人丝毫不惧 以惊人的默契向前 并同时触发骷髅陷阱 卡车独闪不及 当场被机关干掉 杰森与小黑总算赢下胜利 两人回到牢房 宛如英雄一般 金姐对他们的行为愤怒无比 他绝不可能让杰森赢得比赛 于是趁着他讲话时 让队长悄悄安装了炸弹 杰森找到小黑 经过上次的合作 他们已经有些惺惺相惜了 没准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马上到了第三天 兴许是对自己很有自信 金姐主动把释放证明 交给杰森 只要赢下比赛 他就能离开 前提是他能活着 杰森自然接受 比赛开始后 紧收了两人对战 小黑仗着火力强大 对杰森疯狂攻击 杰森对此毫无办法 小黑现状 立刻发射火箭弹 杰森灵巧躲开 火箭弹则把监狱外墙炸断 两人直接逃了出来 原来 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对策 金姐气急败坏 准备启动炸弹 然而 炸弹早已被教练三人卸下 金姐愤怒地发动预警攻击 身后跟着数十辆警车 杰森根本不慌 放出了凝固汽油带 拦住了所有警车 随着铁栅栏被撞破 他们终于逃出了监狱 从此 鱼住大海 逃出升天 小黑还在感慨 可惜没能干掉金姐 杰森却微微一叫 与此同时 金姐打开了粉丝送的礼物 其量 里面正是那枚炸弹 教练成功干掉了金姐 监狱众人得到解放 时间来到六个月后 杰森与小黑逃到墨西哥 并开了一家修车厂 这天 一辆豪车驶来 来者正是凯斯 他成功跟杰森走到了一起 杰森也顺利找回了女儿 一家人其乐融融 男人到杂货店买枪 没想到 反被两个店员嘲笑 结果 男人根本不在乎 反而继续挑战 店员气急败坏 正要动手 却被男人一脚踢倒 另一人刚想上前 男人一招致命打击 让他痛苦不已 倒地的店员随即开枪 反而误伤了队友 自己也被男人一刀毙命 在这电光火事间 男人就干掉了两个大汉 随后 他取下那把手枪 放在手里仔细端详 果然是他的枪 原来 男人名叫艾迪 就在半个月前 艾迪买了辆摩托车 一路急迟赶到美国西部 准备看望西智好友墙泥 其料 走着走着 摩托车的汽油就用完了 在这前不着孙后不着店的地方 艾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先下车四处看看 眼看天色已晚 艾迪猛灌一口酒 直接躺在地上准备睡觉 在他神清恍惚的时候 仿佛看到强泥突然出现 还在跟他聊天 两人说起了往事 艾迪一阵唏嘘 对着空旷的四周乱开枪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停在艾迪身边 围首的大汉指着车上的弹孔 怒斥艾迪乱开枪 差点害死他们 随后 三个大汉走向艾迪 此时的他神志不清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只能低声道歉 同时 还不妄朝身后喊了声强泥 三个大汉面面相去 都认为艾迪是个疯子 然而 为首的老大看上了艾迪的摩托车 声称 只要把车送给他 就原谅艾迪的行为 这可是要送给强泥的礼物 艾迪自然不肯 老大直接给了他一拳 老二则趁机捡走了艾迪的手枪 艾迪起身还想反抗 无奈 现在他的状态实在太差 又是以一敌三 老二更是直接开箱 虽然没命中要害 艾迪却也倒地不起 此时 另一辆车从远处驶来 车上是一对兄妹 妹妹见死情况 想给艾迪援助 但胆小怕失的哥哥 根本不敢停车 直接离开了这里 最后 老大让老三解决掉艾迪 他们则带着摩托车离开 老三似乎有一些心软 迟迟不敢开箱 最终朝着空地看了两枪 老大以为艾迪已死 就带着摩托车离开了 就在艾迪奄奄一息之时 一个人走到她的身边 随后 将其救走 等艾迪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身处小木屋 而救了她的人 正是好友强尼 强尼用镊子取出子弹 最后 帮她包扎好伤口 好友再度重逢 两人都是喜不自胜 艾迪告诉她 自己本来是要送给她摩托车的 结果半路被三个鳖子抢走了 强尼一听就明白了 那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父亲镇子上的恶霸家族成员 艾迪的伤口很快恢复 两人开始谈天说地 这里低处荒漠 因此闲有人来访 倒是每天都有战斗机飞来飞去 艾迪下定决心要拿回摩托车 而强尼则好心提醒 恶霸三人所的父亲老灯 在这里势力很大 手下也很多 因此很难对付 更何况 这里基本处于三不管地带 也不会有警察来管他们 所以小镇的居民受到欺压 也是敢怒不敢言 更可恶的是 恶霸家族还放出谣言 声称在这小镇附近出现了UFO 因此吸引了不少老年人来旅游 他们则趁机敲诈一把 艾迪下定决心要铲除这活白类 强尼也不再阻拦 让他没事去小镇上的饭店 那里有一个美女服务员 是强尼的老乡使 希望艾迪能去打个招呼 艾迪答应了这个请求 不久后 他独自启程准备前忙小镇 等他来到这里时 之前路过的那对兄妹也在此处 并且还在饭店打工 妹妹十分惊讶 艾迪居然能从恶霸三兄弟手下逃生 此时艾迪也看到了自己的摩托车 正被恶霸三兄弟的手下骑着 不过艾迪并未动手 毕竟 擒贼先亲王的道理他还懂 艾迪禁止走进杂货店 准备先卖点武器防身 谁知 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枪 在解决掉两个不怀好意的店员后 艾迪正想离开 突然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声音 艾迪进门查看 发现一个红衣老头被绑在椅子上 艾迪急忙帮他解开脚料 老头一边抽烟一边吸氧气 还不忘自我介绍 他声称自己名叫老鬼 是这家杂货店的老板 而这两个店员则是他的侄子 自己身体不好 本想请他们帮忙 其料这两个侄子早就加入了恶霸家族 不仅将杂货店据为己有 还把自己软禁起来 还好今天艾迪向自己解救 艾迪取回手枪后 就准备到饭店做做 刚一进门 服务员布兰尼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艾迪立马上前自我介绍 他不愧是情长老手 很快就赢得了布兰尼的放心 艾迪声称自己是受强尼所托 前来看望布兰尼的 原来当初布兰尼受了伤 是强尼救了他 现如今听说两人是好友 更是对艾迪青睐有加 饭店众人听说艾迪干掉了老鬼的侄子 纷纷对他另眼相看 这群人平日里也被欺压坏了 其中名叫老白的老头立马上前 表示自己愿意当艾迪的手下 艾迪正好需要有人处理尸体 于是就收下了老白 两人回到杂货店 老白当场就要去准备卡车 就在此时 门口突然路过一个车队 老鬼向艾迪解释 这是小镇上另一个黑帮组织 飙车党 他们跟恶霸家族有合作 也有摩擦 总体上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艾迪看着他们 顿时系上心头 老鬼带着艾迪来到仓库 这里有满满一屋子的军火 是老鬼当兵的儿子留下的 现在可以让艾迪随意挑选 不过艾迪为了不引人注目 并没有选择枪支 只拿了一个夜视望远镜 为了彻底剿灭黑帮 艾迪决定暂时住下 他来到旅馆租到房子 此时老白正在处理尸体 把他们用保鲜膜包好 然后直接扔紧悬崖 做完了这些 艾迪询问两个老头 什么地方能找到飙车党 得知他们经常在 15公里外的酒吧互动 于是艾迪借用了老鬼的汽车 一路赶往酒吧 等他到目的地时 天色已经渐晚 他刚准备进入酒吧 就看到飙车党正在纠缠两位美女 只见领头的眼看美女不从 直接对着地上开枪 逼得美女一边尖叫一边跳舞 老板出来制止 反倒被暴打 艾迪察觉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挺身而出 英雄救美 飙车党们面面相去 没想到居然有人触他们的眉头 领头刚想掏枪 却没想到艾迪更快 三枪干掉三个人 这一手操作下来 吓得其他人动都不敢动 只能纷纷放下武器 而艾迪则嘱咐美女捡起武器 然后带着他们上车 老板也是要奸不要命 居然问艾迪要酒吧损失 艾迪则自称是恶霸兄弟的手下 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礼物 打爆了所有摩托车 随后艾迪开车离开 这一招祸水东引用的不错 艾迪将美女带回旅馆 等到晚上她正擦枪时 美女突然来敲门 声称自己要报恩 艾迪欣然接受 四日一早 她收拾好装备 然后来到老鬼的仓库 取走了一把狙击枪 并交代老鬼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与此同时 飙车党首领怒火中烧 得知是恶霸兄弟先动手 他当即点进人马 是要将恶霸家族灭掉 艾迪躲在一旁看得清楚 飙车党的行动力没得说 恶霸一家刚从城里开车回来 就遭遇飙车党的袭击 一家人差点被干掉 好在他们急时逃脱 并回到老巢 召集手下 准备来一场大型火兵 此时 艾迪已经悄悄来到 飙车党营地附近 并占据了制高点 而强尼也赶来助阵 恶霸家族潜入营地 随即对飙车党发动进攻 双方人马立刻打了起来 艾迪看着脑不嫌事大 一枪打爆了油桶 场面瞬间变得更加激烈 不过打着打着 双方都发觉了不对劲啊 恶霸老二询问飙车党 为何要突然袭击 却得知是自己一方先动的手 他瞬间明白 一定是有人故意挑拨 然而恶霸兄弟老霸十分不满 认为都是老大者的祸 于是 父子两人竟然当场打了起来 搞得双方人马都一脸懵逼 谁能想到 恶霸老大一狠心 居然当场干掉了亲生父亲 飙车党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他们太变态了 此时观望的艾迪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再次打爆汽油桶 给他们加料 其料反倒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双方立刻联合起来围攻艾迪 艾迪准备以自己作为诱饵 让强尼趁其逃离 其料 强尼抢先一步将他打趴下 自己则顺着钢篮一跃而下 恶霸家族和飙车党疯狂开火 最终将强尼活捉 此时恶霸老大发现 这根本不是艾迪 于是开始拷打强尼 艾迪想要营救 然而敌方人数众多 于是他躲在草屋里学狼叫 用出了声东击西的计策 将一干手下逐个击破 为了引出艾迪 老大将强尼吊了起来 艾迪则趁机抢了一辆摩托 在重人的包围中 顺利救出了强尼 等他回到小屋时 却发现强尼因为重伤 已经去世 四日一早 恶霸家族派出人马来到小镇 准备挨家挨户搜索艾迪的踪迹 并开出悬赏一万美元 布兰尼看到这一幕 立马赶去强尼的小屋 却得知强尼已经去世 他跟艾迪抱头痛哭 却也因此走到了一起 很快 艾迪制定了新的报酬计划 他先是在众目睽睽下 回到小旅馆 果不其然 就在当天晚上 那对兄妹中的哥哥 去通风报信 恶霸老大带着手下赶来 哥哥带着他们去艾迪的住处 并开始喊话 让他赶紧投降 起了 屋内没有任何反应 恶霸见状 也不装了 对着屋内一阵扫射 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 任谁也活不下来 手下冲入屋内 这里居然根本没人 只有一把枪 此时的艾迪和布拉尼 就在废车后躲着 恶霸老大察觉不对 立刻让手下四处搜查 其中有几人 在屋内搜寻时 出于好奇 拿起了那把枪 其料 这早已连接了手雷 小屋瞬间爆炸 艾迪则趁着恶霸手下乱找时 悄悄地逐个击破 很快干掉两人 此时恶霸老二找到了老白 看他正收拾着一具尸体 立刻逼问艾迪的下落 其料老白充耳不闻 根本不搭理他 老二恼羞成怒 正想对老白动手 谁知却被老三阻止 老二开始怒骂这个弟弟 要不是他当初心思手软 哪有今天的灾祸 此时艾迪突然出现 两枪干掉了老二 然而当他面对老三时 却并未动手 艾迪念着他还有一丝良知 当初还放自己一马 于是放走了老三 艾迪看着老三骑车远去 刚想松一口气 其料一个枪口抵住了他的脑袋 竟然是早就躲起来的老大 老大怒斥老三的懦弱 声称自己干掉艾迪后 就会去杀了他 迫于老大的威胁 艾迪只能放下手枪 他刚想趁着转身时 袭击老大 却不料老大早有准备 自己反倒被一顿胖揍 原来老大的身手也相当不错 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显露 现在艾迪完全落入下风 被老大一阵拳打脚踢 此时老白看了看手表 知道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于是他敲响了警钟 艾迪立刻心领神会 不远处一架战机飞来 艾迪趁着老大分神 一脚踢飞了武器 最后跟着一招回旋踢 老大掏出匕首负于顽抗 然而他大势已去 被艾迪按在身下狂揍 最终一脚踢在他咽喉 老大就此没了再战之地 此时布拉尼出来搀扶艾迪 没想到老大还想趁机偷袭 一阵枪声响过 老大就此身忙 原来是老白动的手 随后在场的老头纷纷抢弓 老白将所有人的尸体 统统处理后 小镇却因此事上了热搜 众人都以为 这些人消失是因为UFO 所以都赶来旅游 小镇没了恶霸气压 旅游业终于走上正轨 老头们找到了人生意义 而艾迪则找回了摩托车 准备带着布拉尼浪迹天涯 早已逝去的墙泥 仿佛就在身边 70岁的莲母是个很有仪式感的杀手 她会千里迢迢把任务目标带到小森林 然后让她自己找个风水宝地挖坑 最后按照她基督教信徒的规矩 忏悔60秒 时间一到 莲母毫不犹豫开枪 任务目标就埋进了她自己挖的大坑 之后莲母就会在这个风水宝地上 种上一棵小树苗 腐化的尸体将是植物们最好的养粮 四周层次不齐的小树 每一棵都代表一条人命 其实莲母这个年纪 算是一个退休的杀手 她隐居在爱尔兰某个偏远小镇 这里鲜少有人来往 莲母有两个邻居 一个是喜欢种花的老太太 一个是喂马的小女孩 莲母和当地的维尼警官也交往密切 两人会一起巡逻和训练射击 除了偶尔接几个任务维持升级 莲母的生活过得十分滋润 当然杀手总是会有不想杀人的一天 莲母在干完最后一单后 和上级罗比申请永久退休 她想要试着种种花养养猫 在这个小镇里悠闲度过余生 罗比稍作犹豫还是答应了 反正她手底下也不止一个杀手 莲母当即收拾好过往的一切 去商店里买了不少蔬菜种子 还顺便和邻居老太太约约会 迎接新的生活 然而这天 莲母又遇到了小女孩莫娅 莫娅正在钓鱼 莲母提醒她要学会放线 否则鱼钓不上来 还有可能割伤手指 女孩并没有学会 反而慌慌张张跑了 因为她不小心把装食物的盒子打翻了 要是妈妈知道了肯定会挨骂 莲母知道莫娅父亲早亡 酒馆的母亲忙于生意 对莫娅非常严厉 只是没想到莫娅的母亲会殴打她 莫娅小小年纪 身体都是伤痕 莲母有些看不下去 于是特地来到酒馆 将事情的原委说明清楚 强调是自己一直和莫娅说话 才会分散她的注意力 害莫娅把食物打翻 一出门莲母还碰上了不敢回家的莫娅 莲母鼓励莫娅向母亲主动承认错误 女孩闷闷不乐 莲母于是提出主动送她回家 快到房子的时候 莫娅想要下车 莲母不让 说是要看着她平安进家门 结果正好碰上了不靠谱的叔叔科蒂斯 莲母回想起莫娅身上的伤痕 推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 对流利流气的科蒂斯好感度很低 加上她看到女孩拿了一颗子弹可当玩具 对科蒂斯产生了怀疑 说不定就是科蒂斯强迫了莫娅 从莫娅妈妈的口中 莲母得知科蒂斯是最近来到这个小镇的 为人非常恶劣 时常对小女孩动手家暴 莲母想起之前和警官巡逻时 发现小镇上的路标被一辆车撞坏了 上面只留下了红色的油漆 而镇上没有人的车是红色的 只能说明小镇里来了一群不好惹的暴力分子 莲母看不过去 对科蒂斯和她的同伙感官更差了 这天莲母偶然在马路上遇到了科蒂斯 假装好心要在她一程 实际则琢磨着动手时机 叔叔没有什么怀疑就上车了 谁知莲母根本不打算送她回家 反而将她带到了小森林 准备偷偷杀了她当树匪 科蒂斯身上藏了刀 被绑架到后尾箱时 割掉了绳子准备逃跑 年轻人的力气还是比莲母大 很快挣脱了 但莲母有枪 直接一枪打断了科蒂斯的腿 无论她怎么恳求 莲母的枪口都无情地对准了她的脑袋 关键时候 猎枪突然哑火了 科蒂斯以为自己得救 术后突然冒出来一颗子弹正中心脏 取了她的狗命 莲母扭头 原来是好同事杀手威廉 她非常自来熟地帮莲母挖了一个坑 埋了叔叔 还邀请莲母去酒馆喝酒 威廉询问莲母究竟杀了多少人 莲母以为她是在拿自己取了 一拳揍到了她的脸上 事实上科蒂斯并不是一个人回到小镇 她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志愿军 在和同伙在街上引发爆炸案后 一群志愿军驱车逃到了这座小镇 科蒂斯失踪后 她的同伴一直到处寻找她 兜兜转转竟然找到了莲母的上级罗比 玛丽掏出枪 威胁罗比交代科蒂斯的去向 罗比并不想招惹这群疯子 无奈说出了莲母的身份 这座小镇藏着一位杀手 很有可能科蒂斯就是被她杀了 玛丽听后生气的一枪崩了她的脑袋 只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罗比的太太本来想为丈夫泡一杯咖啡 意识到丈夫遇害后 尖叫出声 玛丽问她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脸 太太悲痛欲绝地摇头 玛丽最终没有选择杀人灭口 而是去找罗比口中的杀手 之后莲母和威廉接到了上级太太的报警电话 赶来收尸 和离开的玛丽擦肩而过 玛丽来到了莲母的家中 看到了她的照片 决定在这个房子里守住待土 而莲母和威廉的心情很差 她和罗比认识30年了 当初妻子过世的时候 还是罗比接近了她 爱尔兰的战争波及到了杀手行业 两人不得不面对 在外面的草地上谈论了一晚时政 在房子里的玛丽等到天亮 也没见莲母回来 气得抄起铁枪 砸碎了莲母停在院子里的汽车 大清早的动静 引来了邻居老太太的注意 玛丽嚣张地走到老太太面前 请她转告莲母 她一定会杀了她 老太太对莲母印象很好 果断拒绝了玛丽 还嘲讽她不懂尊重 玛丽直接一巴掌将她打倒 老太太身体不好 暗中观察的莲母和威廉 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 威廉甚至想直接开枪打死这个女人 被冷静的莲母阻止了 现阶段她们不能够直接交火 否则会波及到邻居 等到玛丽愤怒地离开后 莲母和威廉才把老太太送回家 莲母不想这么被动 来到警官家中准备了一些武器 她在报纸上了解到 爱尔兰的共和军 在反抗时炸了大街 还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孩子 正在被柏林政府通缉 就算没有发生科蒂斯死亡的事情 这群年轻人的下场也是监狱 莲母来到了村里没人住的房子 果然发现了玛丽的老巢 里面全是自制的武器装备 和用完的子弹壳和炸药包材料 莲母在附近转了转 小镇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足球赛 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互相认识 因此玛丽的陌生面孔很突出 莲母一眼看到了她躲进了仓库 悄悄跟了上去 而玛丽也十分警惕 转眼就绕到了莲母身后 并且掏出了枪 玛丽坚定认为是有人要破坏他们共和军 阻止他们振兴艾尔兰 才找专业杀手杀死科蒂斯 而莲母只是解释 她看不惯科蒂斯家暴小女孩 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侵犯 现在玛丽也杀了她的好朋友罗比 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不如就此休战 玛丽还是很生气 她一直当科蒂斯是最好的兄弟 找不到害死兄弟的那个杀手 绝不可能讲和 玛丽最后在酒馆约见莲母 发誓要把莲母杀人犯的真面目 告诉给小镇所有的人 让她混不下去 足球赛正好结束 小镇的人全部都往回走 玛丽不想自己引起注意 只能先走一步 回到家的莲母又忙碌了起来 她知道玛丽不会善罢甘休 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她将小猫托付给了墨亚 最爱的猎枪则送给了威廉 莲母又劝威廉 不要掺和镜这件事情 任何和杀手有关的都非常危险 还是赶紧找个正常工作干 爱尔兰正在复兴的关键时期 哪里会找不到容身之处呢 威廉心情很复杂 犹豫地拿着这份礼物离开了 莲母独自来到酒馆赴约 好朋友警长维米 察觉到了不对劲 罗比特斯给她敲响了警钟 如今又看到莲母 她怀疑莲母惹上了大事 问她要不要帮忙 莲母拒绝了 此时玛丽也带着同伴开车过来了 莫亚的母亲一看到这个女人 就知道没有好事情 因为上次科蒂斯失踪 玛丽就在家里闹了好一顿 酒馆里的人还像平常一样 三两聚在一起 唱着歌喝着小酒 全然不知道 莲母和玛丽已经暗地里交锋起来了 莲母还没放弃劝说玛丽 和平处理科蒂斯的事情 毕竟科蒂斯就是个人渣 这是一个男人走到玛丽身边 和他搭讪 正是不舍得莲母一个人赴约的威廉 莲母看到他非常绝望 玛丽发现威廉和莲母认识 大声质问是不是就是他杀死了科蒂斯 莲母没有承认 可莲母的表情出卖了一切 玛丽毫不犹豫开枪 威廉捂着肚子倒地 枪声和人命让小酒馆陷入了混乱 所有的小镇居民都抱头逃窜 玛丽和莲母在酒馆里交火 打碎了好几个玻璃瓶 木门上都是弹孔的痕迹 威廉趁乱射中了玛丽一枪 玛丽不得不躲起来 门外是他安排好的小弟 听到里面的动静后 拿着炸弹就跑过来支援 结果被莲母射中 炸弹掉落在了门口 将酒馆彻底炸没了 玛丽趁乱逃走 莲母追上前 玛丽回头开枪 但是没打中 而且子弹还打光了 她逃到了一座基督教教堂里 炸弹让她精疲力尽 莲母拿着枪 缓缓走到玛丽身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就像是看着她以前的那些任务目标一样 莲母给了玛丽60秒的时间 在生命的尽头 玛丽仍然没有后悔 从她加入爱尔兰共和军企 她就坚信自己是在为祖国解放而战斗 莲母听完了 表明自己一定会送她见自己的兄弟科蒂斯 天亮后 莲母的小树林里 又多了一棵人体小树 她决定换个小镇重新生活 和邻居老太太告别后 毅然离开了这座爱尔兰小镇 西装革履的男人 半夜醉醺醺的走在大桥上 巡逻的警察以为是喝醉的射出 结果下一秒 男人的鲜血就留在了桥上一个麒麟雕像下面 一把锋利的匕首 正插在男人的腹部 而奇怪的是 这个男人即便受了重伤却没有求救 反而一路拖着伤口步行了几百米 来到麒麟雕像下 放飞了一只铅纸鹤 他为什么这么做 又是谁捅了他一刀 被巡警发现的男人 由于失血过多 已经提前下线 而同时在不远处 一名小偷正拿着死者的公文包 和警方玩起了猫捉老鼠 可惜在逃跑的过程中 一辆迎面而来的货车 直接把小偷八岛东树送上了医院的IC 接到上级指派案件的佳赫警察 根据现场以及八岛东树的行为 初步判断是东树临时起义 想要抢劫死者 最后在逃跑时意外发生车祸 可是让警方迷茫的是 死者在中刀到身亡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呼救 可是死者却没有选择求救 反而拖着受伤的身体 爬到了日本桥上 这明显违背了人类求生的正常行为 而且 根据调查 死者是一家公司的部长 能在日本社会做到部长这个位置 肯定不会是个傻子 所以警方推断 来到麒麟雕像放飞指贺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于是这个案件被家贺警察接手 而家贺警察选择从第一嫌疑员 八岛东树身上取证 而如今 东树由于发生车祸失去了意识 所以警察联系到了东树的女友中原相知 也是各位的老婆心缘结义 这让围观的警察和观众都感叹 一个凶手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这很不科学 而根据中原相知的口供 东树曾经是死者工厂的员工 可是某天突然失业 之后一直在家里待业 因为男友的不上警 中原相知曾经跟他吵过架 而警察反问中原相知车祸前 曾和小偷通过电话 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中原相知皱了皱眉 眼睛不自觉地往左下角偏 在心理学上 这明显是在撒谎的表现 果不其然 中原相知说那通电话是一通寻常的报平安 寻常的报平安怎么会思考这么久 不过警方没有问出自己的疑虑 而是带着人找到了死者的家属 一进门 警察就发现这个家的不正常 死者儿子对父亲抱有敌意 甚至还坚称 是因为死者坚持开除了东树 才会酿成这种结果 但是警方却告诉男孩 当时死者曾经打过他初中学校的电话 而已经升上高中的男孩 明显对这些事情不知情 之后 家贺警察找到了初中老师 老师说死者是和自己聊父子矛盾 可是一个父亲 为什么会找初中的老师 来倾诉和高中儿子的矛盾 这很不科学 而警方也调查出 死者在日本桥附近购买了两杯咖啡 证明死者曾经在那天见了另一个人 家贺来到死者的工厂 同事们告诉警察 东树在工厂受了伤 可是工厂没有任何赔偿 反而开除了东树 于是按照这个线索 警方推断 是不是东树认为是死者导致了自己的失业 所以才杀死了死者 而家贺警察却不这么理解 他来到案发当地的日本桥 找到了附近咖啡厅的工作人员 服务员说 死者每周末都会来这个店里面喝咖啡 同时身上还有一部摄像机 水工神社周围居民也见过死者 每次祭拜 他都带着一个牵纸盒 警方这边进展缓慢 而媒体上却已经把谣言散布了出去 就像今天微博热搜 把地铁诬告案改编成地铁偷拍案一样 他们也把受害者伪装成了奸商 说是死者不顾东树的受伤 不仅不赔款 还将受伤员工赶出了公司 把死者塑造成了加害者的形象 果然 世界各处都有自己的张薇 而受伤严重的东树 在ICU里面停了几天后死亡 神情悲痛的中原相知告诉警方 他和东树最后一通电话 并不是自己之前说的报平安 东树告诉他 说自己做了不可挽回的措施 联合上下文 警方做出了理解 估计东树就是杀死死者的凶手 可是加贺和助手调查得知 东树在失业后的这几天 一直在努力面试新工作 所以他劝警局的领导 不要像成都法院一样 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男性 于是 警方暂缓结案 让加贺警方继续调查 而他们的调查也有了进展 在日本桥附近的水工神社 负责人告诉加贺警察 死者从半年前开始 就一直带着纸贺到水工神社里面祭拜 而水工神社一般被当作求子圣地 不过除了早生贵子之外 也有必出水难的功效 加贺也从水工神社便利店店员口中 得知在死者到来的半年之前 一直是死者的儿子来这里祭拜 可是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不来了 之后的这半年 便是由死者前来 加贺警察来到死者家里 告诉男孩 说死者在中刀后没有求救 而是带着一只纸贺 强撑着来到了麒麟雕像面前 这让死者儿子突然想到了什么 面色非常不好 死者的妻子告诉警察 儿子在初中时曾经是学校游泳队的一员 后来听说学校游泳队有一个人溺死在游泳时 所以儿子因为这件事便放弃了游泳 也是在那个时候 父子的关系发生了恶化 而在这时死者的女儿回到家里 她浑身湿透 因为那些女巫把父亲塑造成了奸伤形象 这让她在学校受到了霸凌 接受不了的女孩选择了自杀 好在受伤不重 不久后 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发现当时死者受伤前后 东树作为第一嫌疑人 一直在日本桥的监控录像中 这说明东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他也就不会是凶手 这一发现 也让警方之前的所有猜测变成了泡沫 案件的疑点也越来越多 比如为什么在自己说出了麒麟雕像和纸贺后 死者儿子的态度会从敌视 转变为自责 以及父子二人都前后去水公祈祷 警方再次来到死者儿子所念过的初衷 找到了游泳部的老师 询问当时溺水学员的过程 老师说 那位溺水的同学 是因为自己私自加恋才导致的意外 另一边 警方也从东树同事这里了解到 事实根本不像那些无良媒体报道的那样 东树被开除 和死者完全没有关系 而是黑心丹的车间主任做主开除的 至于死者 他对大家非常好 同事希望能早日还死者一个清白 可是在那些眼中只有流量 靠着污蔑男人获取关注的无良媒体眼中 真相是什么他们还在乎吗 很显然 家贺警察也知道 这帮掌握笔杆子的媒体人的尿性 只能说自己尽力 之后他来到了当时溺水 变成植物人的男孩家里 从男孩母亲口中得知 在网络上 有一个人一直在用纸贺 为他的植物人孩子祈祷 并且持续了一年 上面还总附带着一句 麒麟之意 迈向希望 在联合死者父子前后半年 在水公神社的祈祷 家贺警察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和助手立刻动身 一起前往曾经和死者孩子一起 共同在游泳部培训的其他成员家里 可是他们的家长却说 自己家的孩子 已经被死者的儿子约走 他们约见的地方在地铁站 家贺警察和助手马不停蹄地赶到约定地点 可是却只看到了死者儿子和另一个男孩 至于他们口中所说的第三人 此时却并不在现场 不过很快 他们就从地铁轨道的另一边 发现了那第三个男孩 这个男孩明显精神有些不好 维米之下竟然想要握鬼自杀 好在助手在千钧一发之际拉了他一把 而三个男孩的不自然表现 让家贺起了一心 他希望死者儿子能够说出 当时那名溺水孩子的真相 原来 由于溺水孩子的失误 导致了他们学校的一场游泳比赛中 与冠军失之交臂 最后他们撒决定为那溺水男孩进行加恋 然后在占泳池 却不想意外发生 而当时游泳教练目击了整个过程 他为了保护那三个孩子 就先让他们离开 然后自己再伪造成男孩溺水的假象 并编造了溺水男孩独自加恋 才造成意外的谣言 而在此之后 死者儿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放弃了游泳 并在前半年 在水公神社附近祭拜 至于溺水男孩母亲说的那个祈祷账号 也是死者儿子所创建 并且每天都会发祝福给溺水男孩的母亲 本来一直安排得很好 可是在某一天 死者发现了这件事 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 他不明白 儿子为什么会用女生账号和别人聊天 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取向 男孩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不敢告诉父亲事情的真相 于是只能暂停去神社祭拜的安排 而死者在中刀后 拼死也要走向麒麟雕像放飞指贺 这件事情被死者儿子知道后 他立刻登录了半年不曾上线过的祝福账号 发现自己这半年来 祝福没有间断过 很显然 这都是父亲为自己做的 而死者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虽然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由于自己的闯入 打断了儿子的安排 于是死者便接替了儿子 每天都来水公神社祭拜 随着死者对这件事的伤心 他逐渐发现 那个账号的真相 得知那被儿子祭拜的人 是自己儿子一个游泳队的成员 还因为溺水变成了植物人 身为部长的父亲 很快就联系到了之前的溺水事件 他猜测 那男孩的溺水和自己儿子肯定有关 于是死者便以溺水男孩家属的身份 联系了其他几个同事游泳部的孩子 其中那个卧鬼的男孩 便是死者见的第一个 而他怕死者是得知了真相来问罪 于是出门时候戴上了一个匕首 而死者和这个男孩 正是在日本桥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当时死者点了两杯咖啡 死者向男孩询问当时溺水的真相 男孩谎称是死者的儿子导致的对员溺水 善良的死者对儿子很失望 还在男孩面前说要带自己的儿子去自首 而如果死者的儿子被强行自首 那么男孩自己的事情也会暴露 所以慌乱之下 男孩就捅了死者一刀 而死者之所以在受伤后没有求救 反而是带着重伤 一路走到日本桥 是想替儿子完成心中的忏悔 同时他想让儿子重新振作 让他明白 只有勇敢面对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得知全部真相的家贺警察 愤怒地找到了游泳教练 指责着他的自以为是 以为帮孩子们隐瞒 就可以让少年们重新做人 却不知道 老师要教会学生的 便是担当和责任 也正是当时老师的隐瞒 让其中一个孩子成了杀人犯 同时再加上那无良媒体的推波助澜 也让死者死后魂魄不安 蒙受了不白之冤 随着真相的水落石出 东树也洗刷了冤屈 而警察告诉中原相知 那时东树正在外出面试 至于死者的皮包 只是东树路过时见到了死者 想让他帮自己介绍工作 意外捡到了皮包 最后为了钱财 才做了错事 并在路上突发意外 而在水工神社 也曾有东树留下的痕迹 那便是求职当天 他在这里购买了一个祈愿牌 上面写的是 为我即将出事的孩子 请让我早点找到工作 而写下祈愿牌的这一天 就是东树和中原相知 刚来东京的日期 都市貌美女白领 深夜和同事聚完餐后 搭乘顺风车回家 第二天就被发现死在 岛国小树林中 身中几十刀 这事件一出 很快就收到了各路媒体的报道 电台工作者赤星 由于前段时间转战 美式博主盈利不佳 事业低迷的 他突然接到大学同学 同时也是前女友 李沙子的电话 李沙子兴致冲冲地告诉赤星 自己是杀人案的知情人 他的话语里是兴奋居多 并没有一点点惋惜和同情 而李沙子的出现 让赤星突然想到 如果自己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 然后发到社交网络 绝对会有一波巨大的流量 在李沙子这里了解到 死者名叫三目点子 是一家白雪公主 香皂公司的门面担当 不仅人长得好看 声音也好听 在公司经常照顾李沙子 甚至闲暇的下班时间 他们还会同去餐厅吃晚饭 而死者死亡那天 是公司里面组织 为其中一个离职的前辈送行 本来他们从居酒屋离开后 还有其他的畅客活动 可那时死者却说 自己好像有点不舒服 离开了大部队独自回家 第二天就出现了死亡的消息 根据李沙子这些情报 赤心立刻发了一条动态 李沙子说 其实她有一个怀疑对象 那便是美姬小姐 美姬在所有男人的评价里 是一个土土的形象 这个美姬小姐 曾经是小领导的女友 后来因为死者的出现 让那个领导和美姬小姐分手 而李沙子之所以怀疑美姬小姐 是因为她曾经无意间 打碎了美姬小姐一个 印有了四亩的杯子 那时小美的脸色 仿佛地狱爬出来的恶鬼 所以李沙子猜测 美姬小姐并不如外表上 看上去亲切和善 而那天聚餐 死者离开后 美姬小姐也脱离了大部队 所以李沙子猜测 美姬小姐是最后一个 见过死者的人 同时也有人证实 当时曾经看到死者 上了美姬小姐的车 深夜也有人目击 看见美姬小姐 慌乱地跑到火车站 坐上了去东京的特快列车 而从那天聚会后 一直到现在 美姬小姐都没有过来上班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公司里的蛋糕 肥皂 圆珠笔 都会莫名其妙地丢失 这些都是美姬小姐干的 赤星又在咖啡厅 约见了另一个人 满倒宋美小姐 她说美姬一定是凶手 因为在她眼中 美姬虽然平平无奇 但是由于死者的出现 让领导和美姬小姐分手 在后来 死者曾经在公司 丢过一只价值5000日元的 昂贵圆珠笔 当时自己就看到 美姬小姐露出了微笑 所以这娘们一定不是个好人 宋美和李沙子猜测一样 她说的线索 完善了李沙子 对美姬行凶的推测 之后 赤星马不停蹄的采访 和美姬小姐有过暧昧关系 之后又因为死者 和其分手的领导 领导一见面 就否认了自己 和美姬小姐的绯闻 他们二人完全就是一场误会 之前由于一场意外 领导和美姬被关在了办公室里 所以才熟悉了一些 而关于死者 男人很自信地说 他们是好过一段时间 还大言不惭地说 是死者追求的自己 这完全和之前的采访者 所说的事实大相径庭 随着赤星连续几段 采访录像的发布 更多人开始关注 这个发生在白雪公主 肥皂公司的杀人事件 巧合的是 在不久前死者的偶像组合 其中的一名成员 也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 甚至有人联系起两起案件 猜测着如果美姬讨厌死者 也会恨屋即屋 说不定这起案件 也是美姬小姐干的 这时赤星收到了一个私信 上面威胁着 如果他再继续调查下去 这名网友会诅咒赤星 英年早逝 可是赤星已经不可能收手了 他继续把自己的调查信息 发布到网络上 同时利用在电视台的工作 开了一档全新的新闻节目 里面主要报道白雪公主杀人事件 在电视与网络的双管旗下 整个案件被推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美姬小姐也成了 大部分网友眼中的杀人凶手 这时 一个自称是美姬小姐 大学同学的好闺蜜现身 她给电视台写信说 美姬小姐从小就很内向 不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还会给好朋友准备早餐 所以根本不可能杀人 更是无耻 当时的美姬确实暗恋过她 也是闺蜜建议美姬小姐 用厨艺吸引领导 而在不久后 美姬小姐就打电话告诉她 二人已经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 从那甜蜜的语气 和自己对美姬小姐的了解 她一定不会说谎 接到这封信的电台领导 让赤星再次详细调查 她跑到了美姬曾经就读的高中 根据高中同学的信息可知 美姬被同学们联合票选 成为了最可能犯罪的同学之一 还有诅咒的小美这一外号 因为当时发生过一件事 那时男孩子喜欢用抹布当足球 有一次 抹布不小心被踢到了美姬的头上 本来大家也没当回事 可是在一周后 那名男生就突发意外 导致右脚骨折 赤星找到那个被诅咒的男生 男生说当时自己是车闸失灵 不可能是诅咒而是一场意外 不过也不排除是美姬把自己刹车拆了的可能 在之后 赤星又采访了当时美姬的邻居 得知曾经在小镇不远处的大树 发生过一起火灾 所有人都传言是美姬烧的 还说她好像在玩诅咒的仪式 一起玩这个仪式的还有一个人 赤星找到曾经和美姬一起玩诅咒仪式的发小 这个发小有重度的网瘾 常年宅在家里 而这名女生告诉赤星 当时他们玩的确实是诅咒游戏 这个游戏也是自己发给美姬的 因为她小的时候 只有美姬愿意和自己做朋友 而他们所行使的诅咒 其实就是烧掉坏运气 想要把发小那被人排挤的坏运气烧掉 可是点燃小指人时 意外烧到了大树身上 也是因为这起事件 美姬的母亲让她不再和自己玩 从此以后发小就再也没见过美姬小姐 线索到发小这里就断了 赤星只能从美姬姐的父母身上找线索 可是让她意外的是 父母也觉得美姬小姐就是杀人凶手 甚至当场跪地恳求所有人的原谅 随着陆续的证据和视频发布 美姬很快就被打上了杀人凶手的标签 而此时远在外地的美姬 看着电视节目 她泪流满面 不知道为什么 几天过去 自己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凶手 绝望之下 她开始写了一封遗书 明明小的时候 美姬乐观开朗 还照顾被欺负的同学 一起研究破除坏运气的仪式 而自己之所以在高中时 没有原谅把抹布踢到自己头上的同学 其实是因为暗恋 美姬想让关系更进一步 而自己的行为 也是在童话故事中 安妮没有轻易原谅惹到自己的吉尔伯特 所以美姬才会这样做 她期待能像童话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一样 由于口角而产生感情 可惜 在一周后 她就听到了男孩发生意外的消息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 在大学认识了闺蜜 上班认识了死者 在公司 美姬和死者的能力不相上下 可是由于外貌 自己只能为客户端茶倒水 至于接待客户的工作 由貌美的死者来做 不过即便所有人都说 死者是最美的 可是美姬依旧认为 小学时候的发小才是最漂亮的女孩 之后美姬迎来了爱情 根据闺蜜的方法 和小领导有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可是在发生关系后不久 那个男人就告诉她 自己只不过是玩玩 这让美姬怀疑 当时那自己说的 发小比死者漂亮的话 让死者记恨上了自己 所以撬了自己的男朋友 伤心过度的小美 只能听着偶像团体的音乐来抚平伤口 至于李沙子打碎的那个水杯 正是自己偶像团队的周边 死者也是从这个时候 得知她喜欢的偶像团体 于是 不久后死者就像炫耀一样 购买了昂贵的同款周边圆珠笔 还和自己说 她已经和偶像团体中的弟弟有了感情 过段时间就会官宣 在之后 便是死者的圆珠笔丢失事件 这让美姬被所有人怀疑 不久后死者找到美姬 说她的手上有偶像团体的演唱会门票 但是自己有事去不了 所以打算让给美姬 当时的美姬还以为是死者突然有了良心 可是就在自己收拾妥当时 死者却说自己又有时间了 并要回了那两张票 这无疑是一种羞辱 这时是李沙子给美姬出主意 说只要下药 让死者昏睡 那么美姬就可以去看演唱会 当时的美姬并没有同意 而李沙子却开始动手 先是一瓶安眠药 然后在送别会上 不断给死者灌酒 当时美姬小姐看到死者醉醺醺 便开车送美姬去车站 当时美姬突然发现自己忘带门票 于是急匆匆回家 拿到票后 她发现死者已经睡着了 于是美姬就把死者放在了车里 自己则带着演唱会门票去往东京 这也是那目击者看到 美姬小姐急匆匆奔向火车站的事实 而刚出车站 美姬就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可是由于人潮汹涌 美姬小姐被推丧着 撞到了偶像兄弟组合中的弟弟 美姬把弟弟推下了楼梯 失手伤害了自己的偶像 美姬小姐精神违靡 而之后这几天 美姬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这让她不能接受 决定自杀来证明清白 可是就在她动手时 电视上突然报道 说凶手已经找到了 那就是最开始的爆料人李莎子 原来 李莎子才是贯穿公司的小偷 死者和李莎子的关系 并不像其本人说的那般好 原本说的请客也是一人请一回 可是等到李莎子请客的时候 死者却装作大度地说 自己请李莎子是情分 这种踩着别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 让李莎子怀恨在心 而之后 李莎子在公司偷蛋糕 偷香皂 还偷了死者的笔 而死者则在一次卫生间补妆时 无意间说 自己已经知道了是谁偷的东西 还说他已经想好了要举报 这让李莎子决定动手杀人 而美姬小姐 不过是他杀人中用来顶罪的可怜人 在美姬小姐把死者留在车上 赶去东京看演唱会时 李莎子找到美姬的车 开着车把死者带到了公园里 并连同几十刀 最后焚尸 而真相一出 所有曾经抨击过美姬小姐的人 开始纷纷转了矛头 逐步分析李莎子的人物和性格 没有一个人为美姬小姐道歉 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同情 就像之前 那些话不存在一样 而父母为之前 向网民恳求 并承认美姬小姐是凶手的行为而道歉 他没有回应 一个人窝在自己的房间 而窗外 一户人家突然亮起了闪烁的灯光 那是美姬和发小的暗语 意思是 就算你被全世界孤立 我也站在你这边 这让美姬热泪盈眶 自始至终 在白雪公主杀人事件里 全世界都不相信美姬小姐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那就是只在小学时 建立过短暂有益的发小 不管之后接触时间更长的大学同学 还是从小就和自己一起生活的父母 都向舆论妥协 二人在房间里用暗语沟通 此时的美姬已经泣不成声 或许 有一个人还相信她的清白 是对美姬小姐最大的拯救